仔细看 这名船员在大雾的天气 爬上300米的高塔检查通讯设备 突然从下面传来荒荡的声音 本以为是同伴 可朝下面看去连个鬼影也没看见 巴姿下的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难道是闹鬼了 死死抓住栏杆不敢松手 但转念一想 上来前船长可是答应了他 只要修好了通讯塔 就送他回家见女儿 于是壮着胆子继续往上爬 眼看着距离顶端只剩下十几米的距离 立马有了信心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可就在这时 幸好他提前系好了安全绳 要不然定会摔个粉身碎骨 缓过神后朝着上面大骂该死的海鸥 丝毫没注意到 十几只海鸥像是受到什么惊吓集体散开 正准备继续向上爬驶 突然脚下传来一个声音 差点把他的心脏吓出来 转头一看竟然是队友富尔默 大骂他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巴姿心里内叫一个气 准备上去后再找他算账 两人一前一后总算爬了上来 富尔默不愧是经验老道的无线电工程师 很快就将无线电修好 一旁的巴姿非但没帮上什么忙 刚刚被他吓了一条 又因为回家的名额 被富尔默顶替的事情耿耿于怀 寒沙摄影的说 他们两口子穿着一条裤子 没把他们普通船员当人看 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富尔默 转过身一把将巴姿顶到了栏杆上 警告他再说一句就将他从这里扔下去 巴姿见状也不敢再多言 嘲讽他不要这么明白 此时富尔默也完成了对无线电最后的测试 刚把测试仪递给巴姿叫他收好 转身的功夫就掉在了地上 富尔默气急败坏地说 谁弄坏的谁赔 接着就先行下了高塔 巴姿俯下身子去捡地上的测试仪 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只冰死的海鸥诡异地躺在了架子后面 等了许久后船长和贺顿也没见两人下来 不免开始担心他们的安危朝上面看去 就在这时 上面突然传来坠物撞击的声音 然后 看到眼前的一幕两人瞪大了双眼 控制室的罗斯通过监控看见有人掉下来 以为是自己的老公富尔默早就吓破了 急匆匆地朝着外面跑去 船长果断拿起电话叫救生员凯特赶往现场 此时贺顿惊恐地发现 巴姿掉下来前安全带锁口 紧闭完好无损 也就是说他没有系安全带 救生员凯特对他展开了紧急救援 刚下来的富尔默还没缓过神 就被贺顿一顿劈头盖脸地骂 说他有经验应该最后下来 富尔默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比自在 经过凯特的检查发现 巴姿的内脏全部摔碎坚持不了多久 就在大家以为他必死无疑时 他突然睁开眼睛 看到了一些恐怖的东西